欢迎收看民意论坛 大家好我是孟真 今天很高兴要跟大家谈到 我们都非常关心的大学入学方式 那入学方式呢尤其 我相信大家在我们南投县的各个学校 走动的时候就发现 我们的社区高中红榜满满 那会觉得哇原来在社区高中 也可以上顶尖大学 然后也可以上到你理想的科系 那这归功于有一个区域平衡的 一个教育的一个改变吧 就叫繁星计划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 请到几位来宾呢 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繁星计划 先进一段影片再回到现场 大学繁星推荐已放榜 本县许多地区性的高中 都传出不错的成绩 甚至有许多学校的学生 录取国立大学 对此先远有号就表示 透过繁星计划推荐能够及早去做了解 这对于地方学子来说 有许多的机会能够进入顶尖大学 来依自己的兴趣 且能继续的学习发展 让他们可以安心的在地就学 那我们相信说其实这个繁星计划 繁星推荐 它让大家能够及早去做了解 它对我们地方学子一样有机会 能够进入一流名校 还有不一样的人生 考入顶尖大学不是梦 协助自己家里的小朋友 还不仅是在这两年半的期间 从高一高二到高三都可以针对学校的一个 求学的一个历程去准备之外 那也可以在五域方面的成绩 同时做均衡发展 相信这样子也可以考入 一个自己想要的科系 或是学校未来有更好的发挥 大家可以一起来关心教育 来善用繁星计划 让未来我们南投的 我们的孩子有更宽广的未来 先元黄世芳表示 繁星计划是非常好的一项计划 建议本县的学子能够多方面的来做选择 不必迷失在外县市的高中 能够优先的选择本县高中来就读 透过繁星计划 可以让学子就读顶尖大学 针对今天的繁星计划 那我建议我们县内的学子 可以多方面来选择 当然也不要都迷失在 我们的外县市的明星高中 也可以多选择我们县内的社区型的高中 透过繁星计划 或许能让你上你梦想的一个大学 当然多元化的入学也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繁星计划 对许多学子 未来假如没有机会能上明星高中的话 也能透过我们社区型的高中 透过繁星计划 进到你梦想的一个大学 在地人在地学用功读有前途讲的口号 因为繁星推荐而落实 期许南投县能够透过教育多元的管道 引导学生找到自己的兴趣 发展自己的潜能 让我们的整体教育得到提升 对于本县学子来说 也有更大的注意 记者邱平俊综合采访报道 大家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那在国中小呢 都会放在自己的身边 那等到国中毕业 这个门槛的时候 大家就会先考虑 高中要去哪里念 那高中念哪里 最重要是希望他可以上理想的大学 希望他可以有很好的志愿 很好的发展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选择 一个适当的社会社区高中 那未来可以怎么样顺利的进入 我们理想中的大学 那今天我们先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与会的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来自埔里的 我们黄世芳黄议员 跟大家招呼一下 主持人还有我们友好议员 还有我们社务部校长 陈校长 还有电视机前的各位相亲 大家好我是黄世芳 那个议员一直都是我们教育小组的 非常重视教育 那第二位是我们来自竹山的 游浩有议员 欢迎议员 还有米务长 还有谢副校长 还有我们的海明校长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游浩最近知名度很高 我们非常年轻的竹山的议员 好接下来介绍是我们 同德高中的谢副校长 主持人两位议员还有校长 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同德高中的副校长谢佩君 以前我们都认为同德高中好像是只有职业的职业学校的部分 那今年已经进入第一年了 他们开始收了一些普通高中的 等一下我们让他跟大家介绍一下 最后面我们介绍的是来自竹山高中 这几年来成绩非常亮眼 陈汉敏陈校长 主持人好 两位议员 黄副校长 以及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们想请教一下我们释放议员 就是说我们以前的联考制度是怎么样 让大家回忆一下 以前联考是怎么 有普通高中 还有专科 还有高职可以考 但是就是一试定江山 没有像现在比较多元化的入学方案 当然那时候大家也想说 一次而已 当然高中有的 幸福就由高中去 有的由专科去 有的由技职体系走 但是条条大路都通罗马 但是那时候就是一试定江山 那是实在的 有时候要说明报就是明年了 是 既然我再接下来给你称告 以前我们看到我们人家的 我们老大高中高职 是不是要上顶尖大学差不多没机会 没机会 那年代差不多没机会 那年代 那年代 比较好的 那年代的就是要上顶尖大学 对 上顶尖大学还带人家 是 所以顶尖大学差不多没机会 很少很少 譬如说整个顶尖大学 只有一个两个 就是应该是说一流大学的机会 没有贪图 尤其是社区高中 对 所以以前举的观念 我觉得 你如果有贸易在台上上去 替东市 你就尽量去 以前是这样 是 现在有任何吗 你的感觉 现在生态有什么不 random 就是说 以前可能是去台中设高中 有可能的高度较好的 这个大学 但是现在留在困来 其实也要 高度较好的校 点头又比台中更有机会 有听到 你留在社区设高中 比你去都市 又有机会去设到顶尖大学 是 释放议员的经验是这样 我们再来庆告邮浩议员 议员你 你的观察 教育是不是因为制度的改变 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刚才延续着 释放议员所讲的部分 那其实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在所谓在南投 直接读社区高中 是确实有机会能够 进入这个一流的大学 那就像刚才释放议员所提的 在中山大学的社会系 有一个教授也做出研究 其实在都会区的 高社区地位的 家长的小孩 就是现在来讲 不一定说就是一定保证就是会进入这个所谓的 就是一流大学或是台大 反而是在藉由这个 现在这十年推出这个繁星计划 它还是有可能是可以让我们在偏向或是 所谓的中间的在偏向的设计地位的家庭 也能够让小孩子能够进入这个明星学校 那其实就像我们在南投县在今年的这个上榜的这个成绩也是非常的好 它还几乎这个繁星推增的话有到84% 它还都有上这个很好的学校 尤其在竹山高中 它已经连续七年 还在这个汉明校长的一个带领之下 它其实每年都有进台大 甚至在2015年的时候还有进入这个台大医学院 所以其实在这个繁星推增 繁星计划的这个这个制度下 其实有机会在这个偏向的学校 或是在南投县的这个社区高中 也能够进入一流名校 甚至一流可习 我们再请教一下游议员 那你的了解 比如说我们竹山的孩子 然后经由念竹山高中在地的 然后后来去念医学院念的怎么样 你所了解的 这个繁星计划能够进去这个一流学校的 其实在包括当初在竹山高中 还在学校的学习 其实校长跟老师都是很用心的在 指导他跟辅导他 那所以后面听说 不仅这个2015年进入台大医学系的这个同学 在学校的这个适应跟表现也是非常的杰出 那同时也有就是其他年度的时候 进入成大医学系的这个学生 也甚至能够得到了 就是这个年度成绩是第三名的这个毕业成绩 所以表示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担心说 会不会因为这个繁星计划而进入一流学校的学生 会不会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在学习过程中会有适应上的问题 或者在在跟其他这个都会去的小孩他们在做学习比较的时候会不会适应非常难 但是事实上是证明其实以竹山高中的例子 那这些同学就算进入了台大或是成大 还有的医学系喔 那其实在学习上面来讲 其实竞争力也是有而且适应能力也非常好 所以其实还是很肯定这个繁星计划能够带动我们许多偏乡的同学 他们也能够进入一流的名校 那也可以让地方的社区高中有很多进入名校的机会 非常谢谢我们游艺员 那我们想再请教一下我们童德的副校长 就是说童德本来是技职体系而且是非常亮眼 然后也得到国际非常多奖项 43年前对 所以今年是第一届第一届开始有进入大学 那这个转变的历程跟为什么童德他想要成立普通高中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请副校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其实童德一直在南投已经今年进入53年了 那以前以往一直都是在技职学校 技职体系里面去做发展 那在其实规划不止三年 然后正式成立是三年前 那其实这些的转型普通高中 就是增设普通高中 那甚至双语国中 都是我们十年前早就已经计划好的了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看到因为小纸画 那现在家长对于孩子的成就啦 未来其实的规划 大概可能都还没有办法说在国中升高中的时候 就能够去找到孩子可能他适合的方向 所以大概很多家长都会往普通高中先去做选择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教育的潮流之后 也是为了让私立学校能够永续 让童德能够永续 那所以我们就在十年前开始慢慢的往普通高中的方向去增设 那再来就是接设立双语国中 那在这个普通高中的增设这十年的过程 其实是我们也研究了这个考招的制度 还有刚好也因为新课纲的转变 所以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在转型的这个过程里面有 更多的利基的基础 那主要也是因为说新课纲的转变 那每个就算是老牌的学校 他也要重新适应这个新的课纲 所以我们其实这样的研究起来 在这个时间点同德的转型其实是有利的 那所以我们就在三年前的时候呢 就是开始招收第一届的普通高中的学生 那我们招的不多 但是我们招的值很好 那其实当初我们招的时候呢 也是跟家长有同样的概念 就是其实不需要跑很远 那我们很多在学术方面比较优秀的孩子 可能以往呢比较不会想要留在南投 会对我们南投的学校比较没有信心 那就会觉得往台中去跑 那其实我们跟家长做了很多的了解沟通 我们也了解其实我们南投的很多的高中 都非常的努力 老师的实力也没有输给台中的学校 但是呢可能我们在既定的那个文化上面 都会往台中跑 那另外就是说其实高中跟高职 当然很多的教学的深度可能也不见得是一致 所以我们在师资啊 课程方面当然就会做一些很大的不同的转变 那像因为要转型啊 所以课程啊 师资啊就做了很多的改变 那整个学校的氛围包含 就是说读书风气啦 还有就是说读书就学的一个环境 我们也稍微做了一下区隔 毕竟在中学是需要比较安静的一个环境 但是在高职的部分 学生因为他们有数科 所以他们的活动会比较多 那整个学习的氛围就比较不一样 所以大概就是做了这样的转型 也是希望我们能够让南投的学子不用跑的这么远 那在南投有一所私立学校可以让他选择高中 是 非常谢谢啊 我相信我们先副校长是非常有理念 然后非常期待就是让南投的孩子 甚至台中彰化的也会到同德来念 那怎么样让学校更在地化 然后对孩子的未来更有规划 我想他们非常用心 那我们接着是不是请汉民校长 针对繁星再跟我们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说明星高中的校排行 等于社区高中的校排行 我相信这是教育部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就是比如说一%的孩子的竞争 在社区高中跟在明星高中 他们具有相同的竞争力 那这部分是不是请我们校长 跟我们说明一下 繁星推荐其实是从以前的推荐 大学推荐入学跟大学繁星入学 两个结合在一起 叫做把它采集下来 叫做繁星推荐 所以当初大学推荐争选就有保护社区高中的一个政策 那延续这个 那繁星推荐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理念就是 它是采集一个学生在这个学校成绩五个学企的百分比 那每个学校的百分比都不一样 所以然后每个班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制度其实是模糊校跟校之间的评比 跟模糊班跟班的评比 因为即使同一个学校每个老师所打的成绩也不尽然 标准完全一样 但是我们以我们高中子 我们都希望高中我们都希望老师 每一个班大家要有 我们都有定一个 大概在成绩评量的一个 的采集方式 那第二个是它必须要三年要练同一个高中 它如果经过转学 那就没有就失去资格了 那所以说今天如果今天你在社区高中 百分之一的学生跟在都会区的明星高中百分之一学生 他们两个相比 当然两个平手 那平手就该就开始要在比说他的大学的学测成绩 那学测成绩所以说以我们在经营社区高中 我们也很希望我们都希望我们把我们学生的学测成绩能够 让他冲高 那能够过这个门槛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我们百分之一学生 那就是赢台中一中百分之二的学生 所以台中一中的百分之二碰到我们百分之一 他第一关就先败下来了 是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社区的学生 其实很优秀的学生 早期像我们那种年代都跑台中 我本身其实也是第一之前毕业的学生 那我们去台中其实我们练得很辛苦 我们想要冲百分之一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能够冲百分之二十就已经非常强了 偷向 那百分之二十就在顶尖大选 已经几乎没有机会了 除非是他比较多的科系才有可能 那所以这个繁星给带给我们社区高中 以及社区的一个学生 其实一个很大的机会是 你留在社区高中 你好好的念 你这个五个学期里面 你的成绩只要能够冲到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其实你的竞争力绝对比都会区的学生 他在面对繁星推荐的时候 你还有机会上到理想的顶尖的大学院校 也就是说你留在社区高中 你要考取好的大学的机率 绝对比去都会区的高中还高 这是整个繁星他的一个用意 我们谢谢我们陈汉明陈校长 那其实在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在国中生要毕业的门 毕业了 那你今天要去念高中 你想要念名校 你想要念顶尖一流大学 如果你的成绩其实是还不错 或者你对念书是有兴趣的 那通常我们会觉得 这个就会贪 我们这个小孩会贪 所以要散去台中 散去都市贪 其实三年过后 他会发现说 他比当年成绩比他差的 他可能留在社区高中 刚刚我们陈校长讲的 两个都是百分之 比如说我们留在社区高中 是前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 他的竞争力是跟台中 我们讲台中一中好了 百分之一 在同一个门槛 他两个人会贪 那当初我们去台中一中 我们如果念在后面的 你就没有机会了 可是你在社区高中的一% 你可以跟全台湾一%的各个学校的高中生 去竞争你想要的学校跟科系 这就是繁星计划最重要的精神 当然刚刚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去冲学测成绩 就是说你今天学测在一个程度 代表你各科都已经念到一个程度 或者某个科系他要求哪几个学科 是他们需要的成绩了 那你就具备了有竞争的机会跟门槛 那我想这个部分非常重要 也是我们社区高中 在我们整个教育到达这个水准的时候 可以跟明星高中平起平坐 我相信繁星计划带给我们社区高中 一盏明灯 也给我们地区的孩子一个最好的机会 不用离家太远 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